毕丽小组全副武装持破坏工具进行攻坚 随后在嫌犯家中搜索 这个犯罪集团专门帮诈骗集团进行洗钱 刑事局经过深入追查 在双北及华联等地逮捕 居体、主嫌与共犯共12人盗案 并起出大型入侵机 专案用手机、笔电、冷钱包及点操机等 理性嫌犯以人头公司设立银行账户 接受诈骑集团以假投资等名义 发费被害人分身退入这款项 并遭由张信嫌犯转为虚拟货币 打入境外钱包 借以制造金融断点以逃避警方追查 专案小组在搜证完毕后 向台湾花联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 在新北市、台北市、花联县等地 查扣与性嫌犯等12人盗案 并查扣大型入侵机、铁钞机、设案手机 以及型电脑及新台币47万元等证物 其中这两台黑色入侵机最为显眼 原来它就是嫌犯洗钱的工具 类似ATM的操作功能将诈骗集团的账款存入机台 出租入经机的保全公司 会将相同金额存入嫌犯指定账户 嫌犯再取出转为虚拟货币存入冷钱包 以制造金融断点躲避追查 初步估计洗钱金额将近1亿元 他是跟保全公司连线的 然后这个嫌疑人他们会把收到的账款 把它换成就是放进存入这个入侵机里面 然后他是跟保全公司签约 所以他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公司账户 那把钱存进去之后 现金存入之后 他就会由保全公司那边定期来收这个钱走 保全公司会把存入的钱换成 就是直接贿赂他的公司账户里面 有保全公司费入 那他这个用意就是他可以不用透过银行 他就可以直接把钱存入类似存款机的概念 然后他这个入侵机的部分 他这一台的机型的话 他是可以存8000张 就是可以存到800万的钱 然后现金存入之后 不用透过银行的话可以换成钱 他就不用再走银行这一套 可以规避这个银行的大通报的管理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诈欺 组织犯罪条例 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华联地检署侦办 其中李信及张信主嫌各以100万元交保 新制局表示 近来在社群媒体常有投资虚拟货币 稳赚不赔的广告 提醒民众一定要谨慎思考小心求证 以免受骗损失辛苦的血汗钱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